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昆昆是学校聪明的大孝子 他每天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赚钱供父母上学 有一年 昆昆独自去外地工作 由于身上没带什么钱 所以只租了一间最便宜的别墅 房东是一个80多岁的精神小伙 众天游手好闲 一直靠收房屋来生活 而住在隔壁房间的 刚好是昆昆的同事小黑子 由于两人都喜欢白嫖 所以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 昆昆去叫隔壁学生起床 起床 房东告诉昆昆 小黑子已经回家了 昆昆听完后非常失望 可恶 走的也不跟我说一声 但奇怪的是 从那以后昆昆每天晚上睡觉 都会听到隔壁房间 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 让我看看 不要 更奇怪的是 只要声音结束 房东就会送来很多美食 昆昆在品尝后 发现有点酸之外 还是挺好吃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 昆昆正在睡觉 这时门外突然出现了 敲门上 小伙子 我是房东 由于白天工作太过劳累 所以昆昆并不想开门 于是他便接着装睡 等到第二天早上 昆昆这才出门查看 可刚出门 昆昆就发现 家门口竟然围满了警察 警察又看到还有活人 非常惊讶 哎呀 小伙子 你真是太幸运了 你们这道楼发生了 巨大性杀案 除了你别人都没了 昆昆听完后吓坏了 他这才知道 原来房东和老板娘 都是坏人 这时警察说到 但奇怪的是 这么长时间 我们连一具躯体 都没有找到 昆昆听完这句话 后突然吐了出来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小伙子 好